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跟大家更新一下多蘭多三月樓市的開放 有兩個非常有趣的發言 如果你用香港來作參考 可能是因為19年下半年有反修例風波和貿易戰的陰霾 但是隨著這個疫情也看到香港樓市是因為這三個因素有所下調 比起最最最最最高位 即使跌幅不是那麼嚴重和顯著 不過多人多的樓市居然在疫情影響之下 三月仍然有2%單月的強勁升幅 2%對於香港人來說可能也算是濕濕碎 或者不算是一些最瘋癲的升幅 但是對於多人多的樓市來說 2017年3月至今算是一個高的升幅 可能的因素是因為 在三月初的時候 加拿大的疫情不算是最最最最嚴重 至少在感受上不是很嚴重 同一時間是因為 北加拿大的央行跟隨了美國聯儲局 來減50個basis point的利息 即使長遠來說是同時間影響 demand和support 以至到樓價應該不會受到這麼嚴重的影響 之前也有分享過這件事 不過在短線來說 可能刺激到一些買家入場 增加了買樓 以及拼取成交的意欲 都未頂 以至樓市有升幅 真真正正正需要確定的就是 未來的幾個月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我們才能夠再下一個 肯定的判斷 第二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多倫多樓市的成交量 在3月有8000宗 比2019年的同期3月 升了12% 不過如果將這個數字拆了 上半月和下半月的時候 情況就有點特別了 在上半月的時候 成交量就有4600宗 這個就比起上年同期 上半月就升幅有49% 是非常之瘋狂的 但是下半月的時候 成交量就跌到3400宗 比起上半月下跌了26% 而比較起2019年的時候 又跌了大約19% 這個就反映到 記得的話就是 3月15日 安省宣佈緊急令 除了一些必要的項目之外 一些非必要的商業要停 而且他鼓勵大部分的 市民 去留在家 不要外出 即使買必需品 需要一個星期 最好先外出賣一次 樓市或者樓房買賣 是當是必要的 即是你如果真的買了樓 我明白 你要交給各方面 仍然都需要你去搞 但是如果你還沒買 是不是真的需要在這個時間 去 List 樓房 又要帶人看屋 whatever 我自己真的有點爛 不過anyway 但是即使事為必要 你看到那個 交易量 顯著下跌 這兩個有趣的地方 怎樣能夠看到 接下來的部署呢 之前分享 2月的樓市概況 都分享了交投會 相對地淡靜 同時間 價錢相對來說 會比較波動 以至 你在賣樓的時候 可能 從中可以得到 利益在當中 哪怕如果你真的要看樓 可惜有朋友 真的在看樓 聽我的勸告 這樣 的時候 你真的做了防疫工作 雖然現在 已經 想不到已經屈了一個月 時間很快 有肺炎的 都應該中了 亦都騷了出來 可能應該安全一點 都未能 在這交投淡靜的時間 即管你可以 來到 crazy 開天殺價 亦都即管 可以 crazy 來到 落地 還錢 看看可不可以 得到多些 advantage 那這個advantage 應該是按 這個 買家的方 因為 至少你現在 少了人 去 欠 付付人 你不用有心理 壓力 在當中 同一時間 但可能有些賣家在這個時間急於放樓 以至心神不定 讓你覺得算了,割愛了,忍痛了 但又為賣家說一句話 銀行有些計劃是給你defer mortgage 6個月 之前也分享過是虧出的 因為利息會增加多些 會利答你 但既然利息是2、3厘的時候 與其你因貸款的緣故要忍痛國外的時候 你不如堅守多一輪 又或者就算人家的還價比較虧視也好 你都能夠堅持 讓價格比較好 假如疫情只是半年左右 就會來到好轉的時候 這樣 樓價的衝擊不會很大 但是如果真的兩年 如果真的好像Duckford安省的省長這樣說 未來可能會有 有八萬人來確診 在安省的確診 還要持續兩年 而兩年都沒有那麼多疫苗 出來的話 失業就會爆升 而且有很多企業都會倒閉 甚至一些大公司 我們現在仍然是 可以work from home的一些公司 都可能會 急急可危 這個情況 樓市 就會因此 影響了 到那時候來說 當然 你現在放就最好 但是到那時候 賣樓才再好 但現階段 我仍然覺得 這個估計純粹是一個超級 worst case 我暫時來說 還是樂觀的 在這種情況 你可能日後 就會開心一點 Anyway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所有的數據都需要多看一兩個月 才能夠肯定到trending 向哪邊去搖擺 今天分享到這裏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 有幫助的 歡迎你subscribe 和share